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党团召开党团大会 立拼提案创官 马总统非常乐意的到立法院做国情报告 就针对马席会用最公开透明的方式来面对国人 现在有可能会被拉下来冷冻 那现在有可能会 之后就直接召开计较会吗 今天我最主要是来给党团做报告 也恳求我们党籍委员来全力的支持他们党团的提案 所以党他们希望可以有寻答 我想这是要根据我们宪政体制 宪宪法的规定来处理 不是说哪一个人说要怎么做就怎么做 民进党团同时也召开党团会议 强烈表态 就是不想替马总统的一中原则来背书 你为什么不在马席会之前来做这样的一个处理呢 所谓你要要求人民支持 你在一中原则之后才要求人民要支持 人民要支持什么 难道你报告完之后人民就要支持你吗 你这不是强迫中将 这件事情朝野之间 大家完全没有共识 所以总统要到国会来企图再又博得另外一个舞台 这个总统拍谁了 不方便了 要马总统别把立院当秀场 民进党坚持把提案拉下来 交付朝野协商 议案将进入一个月的冷冻期 最快等到12月15号才能处理 到时候立院已经修会 那就照程序走嘛 所以这样看起来应该最会期应该不可能吧 大概期会很少 眼看马总统这个会期 根本没办法踏入立院做报告 国民党团打算请马总统 直接开记者会来说明 不过跳过国会监督 恐怕又掀起另一波反弹声浪 是的 现在有一个最新消息 就是马席会之后 马总统积极的安排 要到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 不过上午朝野协商破局之后 马总统决定既然没有办法到立法院报告 他就直接亲上火线 决定在今天下午的五点钟 要亲自的召开记者会 向全国的民众说明 马席会的详细内容 这是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 所以现在马总统应该是已经酒馅了 在那边把酒言欢 而回到家之后 酒醒之后发现 怎么不让他报告 有点不高兴 所以今天下午五点的时候 就要来报告委员 马总统曾经在2011年的时候表示 两岸领导人见面必须符合三个原则 第一个国家需要人民支持 以及国会监督 所以马席会的见面 这个三个要素都没有任何一个要素达到 完全没有正当性跟必要性 在上周六的马席会 可以讲说是完全没有尊重国会 更防谈说国会监督 所以这个黑箱重重 在今天立法院讨论这个案子的时候 多数的委员认为不尊重国会 已经完成这样历史性的见面 已经满足他个人虚荣的历史定位 那我们也认为说这样的一个 事后要来从立法院报告这个部分 确实无法让我们也没有办法了解他的过程 我们不能询问 只能听他报告 那这样子又是一种形式上的口头报告 似乎是毫无意义 那特别要提到的是说 马总统他已经是一个看守的总统 那应该尊重新总统的名利产生 尤其新总统在两个月后就要产生了 那这个时候多做政策性的说明 反而会多说多错 而且会变成也变成越苗越黑 这个无端是会引起国内不安的一些议论 所以我们也认为说 不应该来这个国会做这个执行报告 那当然马总统自行又决定 下午5点开这个国际的记者会议 我们希望马总统能够慎重洗眼 不要再让我们疑笑国际 是 不过大家也觉得奇怪 你国民党在国会是多数 怎么这个民进党反对 这个议员 你怎么没办法来做一个国情报告 不是明明是多数吗 多数哪怕就标割了 标割的问题是对民进党来说 来说就说 这个不民主啊 那第二个游戏规则 我讲第二点嘛 就是有意见的话 就是要冷冻一个两个月 放在那里一个月嘛 就是说你现在不用的是 因为现在他们的立法委员 这支援刑事法相关的一些规定 它有这么一个所谓冷冻期嘛 你也没办法 对吧 否则就用表决 所以下午5点开一个记者会来说 应该是一个还蛮 对马英九来讲 我觉得他也没什么选择嘛 对他来说就是 我已去已经被特别是在野党嘛 在野党的口食 就是都不民主黑箱嘛 已经被骂成的臭头了 好 那至少亡羊补牢嘛 那我回来 我再把我的 因为本来有一段叫做公开的时间 又有闭门的时间 对不对 又有吃饭的时间嘛 这一个三大段 对人民来讲 我觉得是以 他愿意来说说明不是坏事 对我们内部来讲 反而是两派意见 一派认为说不必再说了啦 反正你再怎么说 反对党照样把你骂个臭头嘛 那一派就说还是要讲啊 你不讲的话 大家质疑更多啊 搞到后来都见风插针 然后也搞不清楚到底是真是假嘛 那我个人立场呢 我当然我还是鼓励啦 因为不管怎么说 这中六是一件世界大事 虽然我们的这个蔡主席 看起来有点像酸民啊 说这只是新闻时刻 不是历史时刻 但市值看起来 它还是一个历史时刻 只是呢 其实蔡英文主席应该是鼓励啊 民进党照理讲是应该还是让他去啦 因为第一个他也会创了宪政惯例嘛 因为以前是根本总统 除了国大嘛 我做国大的时候他是这样的 统问统达嘛 那个时候是李登辉总统时代 是建立了一个规则嘛 可是我们在国会不是 因为我们国会监督的对象 还是行政院 而不是总统嘛 那今天总统其实愿意进到国会 来做所谓国情报告 然后用统问统达的方式 至少创了宪政惯例 那么将来其实应该是改制度啦 就是我们一直 我也自己说 我在立法院 在那个国大的时候 我就一直很反对 现在我们这个办总统制 就超级总统嘛 有权无责啊 那照理说应该是说 将来我们还是希望能够 民进党这个应该考量 内阁制 就是你的行政的最高领导人 到国会来做备许 那是正常嘛 因为他也是国会的议员之一 然后他也负责 做不好 随时可以走路啊 现在我们不急啊 我看民进党现在很万坦啊 就监督来监督去 例如监督的行政院啊 只是总统的执行长啊 真的负责应该是总统啊 就总统都不被我们监督啊 所以现在想要破 宪法的规定 想要说来这边叫做 急问急答 那个是原木求鱼嘛 那第二 内阁制可能会是一个解决方式啊 可是看起来民进党 现在好像因为嘛 这个蔡英文看起来是 这个稳要当选总统 说又要现在内阁制不谈啊 继续保护这个总统制 才会弄得今天真的 怪怪的啊 那不管怎么说 一个总统去了 见了对岸的时候 尤其我们还讲敌对的 这种这个对岸的领导人 那么这件事情 回来对国会做报告 本来是一个宪政架构下 是一个比较正常的 运作的模式 一个制度 但今天求之不可得 那么他只好向人民的报告 我觉得至少 虽然不是最上策啦 那至少还是一个中等嘛 而且这一部分就是 你对人民做个说明 那至少让人民听呢 到底这个过程 怎么回事嘛 但是问题我觉得是 有没有新的东西啊 时期 他报告出来 有没有更新的东西 我觉得这整件事情 马总统其实搞错了那个程序 他前后的顺序完全颠倒了嘛 就是说如果你希望能够获得国会的监督 然后你才去的话 你早就在事前的时候 你就应该跟国会做报告啊 有了国会的授权 你拥有了足够的筹码 人民的名义当你的后盾 然后你去跟人家谈嘛 谈回来你可以再做一次报告 这OK没问题 可是你事前就已经省略了这个部分 就显然你没有被国会监督 你没有被人民 没有被国会所授权嘛 然后你这样子自己谈完了回来 你可能自己就志得意满 觉得我实在太棒了 我不管我一定要去你国会报告一下 国会不让我去 我就要给你开记者会 我一定要向人民报告 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都多了 现在的问题是说 你公开场合讲的 其实都有转播 大家也都看到 人民给你几分 心里面自己就已经有了那个分数 然后你在闭门会议当中的 逐字稿也都出来了 所以其实一切也都结束了嘛 也都差不多了 那我觉得 陈金飞他们还说 真的假的 还被质疑说那个文字稿是假的 我们就姑且相信 他公布的那个逐字稿是真的 相信他是真的嘛 我觉得人民也都已经打了分数了啦 那我觉得要提醒马总统有一点就是说 马英九其实经常性的在跟 不管是接受国际媒体的专访 或者是这种场合 他常会容易说错话 然后出来之后 看到人家媒体报道之后 发现不对劲 然后赶快马更正说 不对哦 你这个翻译有错 就是变成他的专访 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反而事后创造出更多的麻烦 所以我很诚挚的想要提醒马总统 你在等一下开完记者会之后 避免犯这样子的错 因为这是马锡惠 全世界都很在意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如果慎重其事的 我还是要开一个记者会 我要向全民报告 用字潜词 麻烦再小心一点 不要再出现什么 你在电视台专访说 我有观察习近平的脸色 没有不悦 像这种卑躬屈膝的谈话 不要再出现 否则一笑大方 会让人家觉得说 你堂堂一个国家的元首 你去跑去看人家国家元首的脸色 人家要是没有不高兴 你才敢讲 人家要是不高兴 你立刻收手 我觉得这是 其实是对于国家 全体2300万人民的羞辱 如果是朱学长是记者的话 最想问什么问题 问江西的问题吗 1100年那个问题 那个都是小问题 我其实只想要问 还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就是这一次马锡惠 对一般人民到底有什么帮助 你有增加我的GDP吗 你有增加我的工作数量吗 你有增加中华民国的税收吗 你有让我们可以 确实的加入国际组织吗 你有获得中共的承诺 会对你进行金援吗 它会开放更多的商品吗 我觉得其实观察 从他这个马锡惠一路到现在 这几天 不管是很多节目的收视 或者是网上讨论 你会发现有一个距离是 民众觉得 那你去接着习近平 然后我们只想要问 然后呢 然后是有什么样子的帮忙 或是对我来讲 有什么个人生活上的提升 因为台湾这几天 真正大家最关注的 其实是经济议题 那所有过去到现在 不管是亲中 或者是与中国友好的 这个政治人物 所讲的一个关键就是 跟他们才有未来 才有前途 才有好的收益 才赚得了钱 但是过去这一年以来 不是这样子 那包含了红色的供应链 排挤你的台湾厂商 包含了这个赵二虎 就是紫光 清华紫光的赵伟国 他来台湾讲很大气 你不让我投资我就挖你的人 然后再不然我就要禁止你联发科 所有的产品进入中国 那这已经跟我们以前所知道的 你跟中国交好 或是你亲中就有好处 就有甜头 跟就有经贸上合作 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那结果马英九总统 没有办法告诉大家说 好那所以我这一次的喜马会 我们大家握个手 除了他很高兴 习近平看起来也很高兴之外 那我们为什么要高兴 或是我们为什么要不高兴 我觉得他在这样子单纯的一个记者会里面 除非他能够说清楚 到底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什么相关 否则像我们这样的深斗小民 对我们来讲历史定位不重要 难道我可以跟我儿子讲说 你爸当时这个马熙会历史定位的时候 他正在家里打电动 交不交 精不精彩 我觉得说是轻松一点 但这个就是马英九执政的一直问题啦 就是你觉得历史定位很重要 你觉得两岸交流很重要 但大部分的民众都是每天要吃饭喝水煮菜的时候 那你要告诉我是不是能够让我 我客厅我饭厅的这个餐盘里面摆的菜比较便宜 或者是我老公的薪水可以比较增加 今年以来无薪价又开始上升了 你没有告诉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结果你告诉我说我跟习近平握了个手 我不反对你自己很高兴 你可以找你朋友讲 或是你自己在脸书上炫耀 但你出来要占据公共资源 告诉大家这件事情 你真正要回答问题 是然后呢 你接下来要怎么做 你会如何帮台湾的民众争取幸福 争取未来 我觉得那才是最重要的 刚实际说一个话题 就是说习近平他们那一挂人 喝酒都喝很少 只有马总统喝比较多是不是 对我刚刚看到一个独家报导 就是有一个媒体他们的独家 就说事实上在当天晚上 马锡惠他们结束之后 不是有一起参序吗 然后呢说习近平一个眼色 他们整团的人就知道 喝酒潜尝极止 每一个人都是只有那一杯 没有人敢再争 第二杯 那不知道说是不是当晚嘛 总统有点太开心 可能争了好几杯 所以我们看到他在江西住了一千一百年 这样奇奇怪怪的谈话出现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凸显出 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是 人家的团队是有备而来 就是人家是一个神经紧绷的团队 凸显了我们这边的团队 你准备好了吗 你要进行一场这么重要的 元首见面会的时候 你是不是每个环节 真的都有顾及 譬如说为什么石亚平 他可以用自己的架硬要跟 然后外交部也让他跟了 这件事情也很奇奇怪怪 那我们的准备工作真的 第一套版本第二套版本 我们有什么样子的因应方案 就是这些都有准备好吗 为什么陆委会给你的公开讲稿 跟到最后 陆委会也很惊讶说 总统竟然没有讲到个表 怎么会有总统府突袭陆委会 这样的状况发生呢 是不是我们整个团队 其实不会打仗 然后就没有 没有面对这么大事件的一个能力 那再加上最近 昨天才发生的事情 你就看到说 总统府要开舆情会议 怎么会把会议通知 传到了苹果日报 那所以苹果日报 也收到了一头雾水 这让国人的感受是什么 是说总统府 你连船针机都搞不定 然后你现在告诉我们 你要去跟人家习近平见面 你觉得我们不会害怕吗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说 你小事可以处理 你大事才有能力处理 你现在连小事都处理不好 然后你说我要去处理大事 你觉得这样说得过去吗 李远你怎么看 17刚才讲的一个蛮好的 就是说担心幕僚作业做得不好 人家那边不是吃素的 是老虎 我们可以害怕 但同样也是这个问题 既然又害怕 然后又不让他报告 那不是我们继续怕下去吗 我觉得这恐怕 在逻辑上来讲 我是觉得 在台湾的生态跟氛围 我倒觉得好处是 跟中国大陆相比较来比 我们就是比较民主 就是比较公开透明 这个我觉得台湾应该坚持 尤其在野党 那当然也许我们将来 也要可能变在野党 我觉得这个要坚持 因为这是我们的价值 今天就是说 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担心我们的领导人 去跟对岸的领导人 是比较不具善意的领导人 去见面 可能会做出一些 对国家会伤害的事 那今天 那我们应该是客观的手法是 最好希望 那个什么 太阳或那个美光灯 是照到一处黑暗都没有 应该是尽力做这一件事 其实看起来 在野党是就拒绝了 拒绝的话 只好让他去面对 所有的媒体 还好 今天我们 后来我们知道消息的时候 我也跟你立法院朋友 有问了 他们也讲说 那还是一样 比在他出国之前 就是让媒体吃到饱 尽量的问 尽量问 尽量问 那我们来讲也好 就是至少 你前后一致 那你问了以后 打出来有没有什么闯祸 很好啊 那真的有闯祸的话 全民监督啊 因为对我们来说 就是我们不希望 有任何的那种隐晦的 是造不到的 但他如果能够打 尤其媒体 我倒是觉得 对台湾来讲 我倒是觉得 对媒体来讲 我毫无这种担心 因为那个问的尖锐 角度不同 这种的话 我想对人民来讲 他其实他有知道的权利 那这点我不管是 你什么政党执政的 在野 其实我们应该有一个 同样的心态 会捍卫台湾 我们这样 这种这种价值 尤其是这种公开透明 媒体就在语论上来讲 是让他是无阻碍的 让人民财业有机会 他心中的疑惑 他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来做一个解决 也知道说 他是不是真的被保护到了 所以你知道吗 我们每次这个 马总统开记者会的时候 我多么希望在场 提问的是名嘴 我想 所以徐琪你待会可以去一下 可是你看周围寇在那边 也不会被点到 这只要长期以来 马总统的执政的 人民的支持度非常低 都4%以上 左右这样子 那这个长期10%上下这样子 那你现在不只要帮他忙 帮他解套 相当的不如 而且民调他都是8%以上 而且就这个 在支持度 在信赖度 是确实是引起会 引起台湾人民 相当大的余力跟不安 特别是在这样高度的 政治性的会面 竟然在那么高度的政治会面 一直在讲 我们九二共识就是一中各表 一中各表 这个一中 竟然没有讲 只有各表没有一中 只有一中没有各表 他把你搞糊涂了 对不起你 对不起啊 我觉得 我们一中各表 一中各表只有一中 重要的关键 只有各表没有讲出来 我觉得这一句话 就没办法去解释 所有的后面的一切 大家多么期待他说他这个一中是中华民国 但没有讲出来没关系 但是你至少讲出一中 我觉得这个部分 这个是人民不能接受的 所以乡下的我们那些 阿伯和阿伯都会说 台湾怎么出这种总统 刚才阿伯就腿就暖起了 连说我们总统都不敢说 所以这个我们的部分呢 我们实在是很难向国人这个说明 当然就会引起国人的不安跟疑虑 所以这个时候你再多讲 一定会多错 月苗一定会化越黑 所以我真的期待说 这个马总统这个在任期内 不要再做太多的政策上 或政治上的宣誓 你就留给新总统这个 好好去论述 或者给一些我们的朱立伦主席 总统候选人 一些论述政策的一个空间 不要自己先框架 把一种框架框给 又框给我们朱立伦 那他总统的险情当然越来越差 搞不好连立委的险情都受影响 我觉得我的立场 其实不是那么支持说 民进党不让他到立法院去 这个报告 因为原则来讲 我们也想要听一下 到底有什么话可以说 虽然可能你可以预期到是一些烂话 但是你知道他有机会讲 就像刚刚这个陈委员所讲的 就是他会越讲越烂 那你民进党干嘛听他想呢 对不对 你就让他把自己的破绽 或做不好的地方讲出来 甚至我更觉得 你今天下午要开的这个 向全民报告的这个记者会 我不太确定他的模式怎么样 第一个我会觉得 希望参与的媒体记者 不要再问国旗徽章那个烂问题 虽然这个烂问题后来导致一个大事件 但那东西真的很小啦 什么你西装扣不扣啊 你什么当场有没有交传医生 我觉得这类问题 好 这类问题真的很烂 对不对 你也承认 好 但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今天是民进党的立委 我甚至觉得你应该到记者会现场 你就去提问 你直接没有关系 你虽然没有媒体的身份 依宪法 你马英九进立法院的时候 把立法院搬过去 所以也不能被询嘛 对不对 他不能接受你质询 但没有人规定中华民国的总统 不能在记者会接受立法委员的质问啊 那我觉得大家如果真的觉得 他破绽很多或他做很烂 到现场去 大家不要客气 今天下午要说什么 我要跑去这个跑行程 或者什么东西 你就到现场去 你看看秘书长敢不点你 你不点你就学周玉扣 他可能进不去啊 怎么可能进不去 走啊 你就不让他进去 那算是要压制 压在门口收声啊 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做法 因为总统依法来了 你不能咨询 那没有你去他面前咨询他 我并不反对这样子的行为 而总统府如果秘书长不点你 代表他烂啊 代表他不够开放 习马会或是马锡会 你真正想让大家看的是台湾就是民主摆花齐放 那不如在这个后面再来试着让全世界的国际媒体包含了中国大陆 来看一看我们的质询跟民主的自由可以到什么程度 我想补充一点就是说今天早上有国民党的立委开了一个记者会 公布了一份他委托外面公司做的一个民调 结果呢其中有一个题目问到说到底人民支不支持马锡会 蛮多的支持的有54 但是支持蔡席会的却有60几 也就是说人民对于蔡席会的期待要高过于马锡会 我觉得这个数字其实可以给马总统一个很大的参考 就是他应该慎重面对这件事情 所以为什么他自己认为我是要去搭桥的那个人 我才是真正创下历史的这个首例 我跟对方握握手 为什么人民其实对你的期待并不高 人民反而会觉得未来的那一个可能我们还比较值得期待 这是马上就自己要去思考的 是因为有可能他快卸任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说你的确在马锡会的表现 没有办法获得人民支持 那所以大家觉得有点失望 说好啦你有去握手OK啦 但是我们其实更期待的是未来的那一个人 别的人去谈 我们才会觉得可能希望比较大一点 这是马总统要自己去面对的嘛 那现在马总统我觉得他展现出来的那个态度 比较有点像是很爱耍赖的小朋友 就我不管 我说什么我一定要开个记者会 我一定要用我的形式跟人民报告 因为我觉得这一次实在是太成功了 成功到我没有办法不对你宣传 我觉得有一点像是耍无赖了 这件事情我倒觉得这个要客观了 马英九的我们讲马锡会的支持度都是六成以上 可是对马总统的马锡会的表现 他大概就是在三成 最高的到三成七 那这个是个事实 就是说人民对于他本来就很有意见 但你要第一个客观是说什么 第一个客观你看他刚才就像欧婆说的 他的支持度都在十几而已 可是你看他这次到了二十多甚至到了三十 就支持他 那反对他的以前甚至可以到七成不支持他 所以现在下降到五成多 也就是说这件事应该说马锡会 人民接受度是高的 可是马锡会的马的表现是有分歧的 这是客观要这样说 那第二个应该要客观的看是说 今天马英九做了这件事情之后 其实像我们来讲 我们也会很关心的说 那蔡英文到底要怎么办 就是说因为所谓的维持现状 对于马或者对习来讲 现在包括世界都会这样讲 认为说他们两个代表一件什么 就是一中原则 这个事情看起来是被拍板的 那蔡英文说不要给我政治限制 不要给我框架 其实你不要政治框架 或者不要政治前提 那一个就叫做政治前提 现在全世界不管有没有邦交 没有邦交 基本上不都是在所谓的一个 中国的原则之下 跟我们来往互动吗 可是我们不承认嘛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今天对国民党来讲 我们坚持说是 九二共识是一中各表 那民进党是说 没有九二共识 我们也不同意一中各表 但我就被他讲说 明明两千年的时候 蔡英文都有讲到说 当时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时候 他说现在的状况就是 九二共识这个过程 是什么就是一中各表 也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然后那个立委当场质询问他 那一定是说 他们说他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们说我们是中华民国 那他说没错 就是这样 那重点我是在这里 就是说他两千年代态度是这样 可是看起来好像 他现在态度是有改变的 那对我们来讲 我们当然期待的是说 到底你现在 既然说又没有九二共识 又不承认一中各表 那民进党怎么样的 能够代理你民进党说 将来当选总统之后 成为执政党之后 你愿意 那个习近平愿意跟你继续来往 而不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之上 这个东西应该要说清楚 而且对我们来讲 我们担心什么 这个一直说不清楚啊 说不清楚的情形是这样 那个替代方案变成说 那大家等 就等到什么 蔡英文突然醒过来的时候 他提议 或者说等到当选以后再说 那终究不是那么的 对人民负责嘛 那今天马云九 其实出不客气一点 他就是要被逼的 就是你所有做的事情 你都必须要对人民交代嘛 那今天他开记者会 其实我就刚刚讲的 不是最好的方法 因为本来宪政制度 应该对国会先负责的 那今天国会拒绝他 那好 那你说好对人民嘛 那对人民来讲 我们当然期望的是什么 媒体要问得好 就说不要是老师问了 老问题 或者说 就刚才我们宅哥说的 他什么交喘什么等等 问那个东西 交喘我说的 你说的是什么 那就没意义了嘛 真的要问到门槛上面 就说到这个事情 其实我看 好啦 你要问什么问题 我办案业一下 等一下就问他 不只是马云九 蔡英文其实同样 都应该要被检验 对人民来讲才会公平嘛 国会是监督的功能 国会不是听起报告的功能 今天马总统 马习会之前 没有尊重国会 这个就进行 所以学校才会建议你 所以你赶快进过去 会后要来国会接受报告 根本就是 他建议你 欧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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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这样尊重人家的啦 没有人这样对待国会的啦 监督也有事前事后 事前就是我们这样说嘛 就我退一万步说吧 事前监督他没做好吧 那在野党在国会 至少事后监督还是要用力啊 今天如果国会让他来做报告 真的是国会丧失尊严 一个不尊重你的国会 都不晓得自己的谴责的人 然后让他随便来报告的话 那我们国会的尊严在什么地方 对不对 从来都不尊重我们国会 然后呢 我们国会包括你们立法院 这个镇所税也好 油电双掌 然后十二年国教 你们自己党籍的立委 都坚持说这个不能这样硬推硬干 结果马总统也要这样做 不 真的是事实 你可以问你 你敢说我真的坚持 修改内阁制 修宪 我们不管那先任那一字 但是以后再说 我觉得像如果事前 他愿意到国会去报告 然后进行国会监督的话 这样就走不了了 不会啦 我觉得那个情况 又回来都不能进 不一定 不一定 我觉得其实有可能国会 有几个决议 就是他比如说 你一定要坚守什么样子的原则 然后希望你也祝福你出去 但是你要守住几个原则 那如果事后的话 其实一切都已经发生 都已经结束了 就是有点生米煮成熟饭 实际啊 孩子都有了 你要怎么办呢 我也要这样说 他走之前的时候那三天 他不是讲事坚持吗 事不亦坚持吗 如果今天如果从一个国民党 我的党员角度来看 我认为这个总统 基本上是自我阉割啊 你是国家的元首嘛 你继续 他又不能不签协议 又不发表共同声明 又不是要承认 所以你要给他送白支票 那更可怕 不是 我的意思说 不是 你是国家元首嘛 你该做事你要做 做好你就是要接受监督 可是国会监督是他自己的承诺 所以他把一中各表 四个字讲出来 就没有那么多问题了 所以他都已经说了 我出门之前我都已经 各表不能讲吗 讲中华林果 我出门之前都已经 事不一坚持了 他都已经什么都放弃了 你怎么会 回来的时候你还放他走呢 我应该做一个 跟他一起做个同党的 这个从政的党员 我都觉得说 这次怎么回事 在野党中变得这么温良 恭俭让 他放一放股吃草肥 没通嘛 应该就是严格监督嘛 他如果是错 我就最不恰当的比喻了 他如果是在调皮的孩子 你做爸爸妈妈的 因为你调皮党员不尊重 所以我从此不管你 没这个事啊 好来我们来看 我们先来看这个报导 好来请看 来到华府拜会官员 君俊人第一站先到国务院 接着又赶往国安会 前IT理事主席博瑞光一路陪同 君俊人还特别摇下车窗 跟媒体打招呼 而且你还带着台湾的那个 那个会章 是不是历史性的时刻呢 好谢谢 为了台湾加入TPP 以及美珠进口等议题 交换意见 君俊人还去了美国贸易代表署 君俊人晚间 原本要在双向元宴请记者 没想到呢 却临时缺席 也引发了外界好奇 他是不是有另外重要的约会 这场参序 最后只有代表处人员 跟国民党人士出席 现场气愤顿时有些尴尬 短短一天内 朱尔仁先到国务院 然后是国安会 五角大厦跟贸易代表署 又两度回到国务院 就是为了跟副国务卿布林肯会面 见面的官员 包括国安会 亚洲事务资深主任康达 以及贸易署的副贸易代表 霍里曼等人 相较于蔡英文的行程保密 朱尉仁几乎是半公开 可以让媒体拍摄 幕僚也透露 朱尉仁在会见 官员的数量跟层级 都不雅为蔡英文 朱尉仁还特别选在 国务院外面 公开受访 会有跟蔡英文较劲的意味 我们所有应该见到的朋友 也非常谢谢他们 对台湾的支持 我就是谢谢美方的安排 他们很关心 为什么会两度来到国务院 因为有很多不同的朋友 要见面 我想我们所有该说的 该谈的都谈了 谢谢大家的关系 非常好 非常好 我们感谢他聘用的机会 谈谈他 这是一个好天 我觉得是为了我们的 很利用的日子 也希望他也是为了他 朱尉仁来到华府 花了一整天的时间 一口气 拜会了四个美国官署 还两度进出国务院 目的就是为了跟对手蔡英文 较劲在选战上 平气势 好 不晓得为什么 我觉得这一次朱尉仁访美 好像气氛比较冷一点点 比较之前蔡英文来讲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说 台湾指标民调也说 这个马席会之后 朱立伦的这个民调没有起色 另外今天的最新消息 是传出蔡英文的副首人选 好像已经出现了 我们稍后回来 欢迎大家回到 大家说看看 我们接下来讨论这个话题 今天最新的 就是说中央研究院的副院长 陈建仁 有没有可能变成以后的副总统 来 委员 这个在今年10月22号那天 蔡英文主席特别针对 往后的可能人选 比如说不温区的人选 副总统的人选 或选后的相关的人事布局 特别要求 就是不考虑 不讨论 不猜测 三不原则 所以我不愿意猜测 但是我从我们最近刚公布的 这个不温区的立委的名单看起来 这个 似乎蔡英文不到最后一刻 他不会公布真正的人选 我曾经做怎样的表达 但是我们也期待 未来的副总统的人选 能够真的是符合众望 那以目前陈建仁来讲 这是一个风向球吗 我今天在立法院 大家都在传这个信息 好像大家对他来讲 一片的暗战的声音 这样不是吧 对 来 议员你看看 这个林宣 这个林宣 我是这样就第一个 我今天知道去 你有暗战吗 暗战 我觉得至少也还是一个人物 还不错 因为陈建仁当时在卫生署 他也做了一些事 也不那时候完全没做事 而且应该先看 他在生计 在生意的领域 他是国际之名 我比较不像在野党 对 你蛮不像 你今天蛮不像的 我不像 我平常也不太像 各种觉得尽可能客观理性 因为这些都是 台湾中华民国的人才 你先把它丑化了 把它抹黑了没有意义 我想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陈建仁他现在因为 看起来 因为他自己本身 又是天主教徒 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 所以作为一个副总 副元首 因为副元首是贝位 其实基本上 不要有太活力 声音太多 就像我突然想起来 我们当时的吕秀联 吕副总的还是说 我是身功怨赴 心情很恶劣 好像说天天被砍砍 我这么有用的人才 都被没有好好用 但问题是 那应该的制度的关系 陈建仁在这里 我觉得 以前我们对他 所了解的认识 他讲是一个比较低调的 而且是比较专业的 这个东西 当然对他有一个代表性 对蔡英文来说 是有代表性 只是因为也听到 有些朋友讲说 怎么会是他 我都想 难道还有更好的吗 除了彭怀男 那是大家都知道 他一直早就已经拒绝了 所以基本上 我是会祝福他 因为陈建仁 不管怎么 我刚讲是国家 在世界上来 是一个在生意 一届的领域来讲 他流行病 流行病血方面来 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人才 只是我们很希望 说蔡英文他可能弱点是 一个是应该说 一个是两岸 一个是财经 通常来讲 关键人物或者看板型的人物 一个就是副总统 副首 另外就是行政院长 现在可能看起来 他好像是在 生意的这一块领域上 好像他想要 有一些 对人民来讲 他可能想要 立出一个看板 但是就这两岸 跟财经的部分 要加强 应该再有些加强 我想对人民来讲 不管怎么说 不是不要比赖 大家都希望推出来 都是最好的人才 对国家来说 对人民来讲 那才是好事 我看他实习一直在微笑 对 第一点 你有按赞吗 对于副总统 前副总统 他可能不按赞 前副总统 屡学员被榴弹打到这件事情 予以谴责 好的 那么久了 还被提出来讲 就是 他一直心不平啊 对不对 好啦 玩笑话 第二个是说 假设如果真的是 成见人的话 我当然觉得还不错 我觉得有几个意义 第一个成见人 他是一个专业人士 就是社会上面 对这样子的专业人士 其实是有高度尊敬的 那蔡英文不从政界里面 选他的搭档副手 我觉得也有一个意义是说 他其实是 的确很努力的 想方设法的 往中间再往右边 再多靠一些 因为整个政界的 你说绿的 他这个被蔡英文被民党 可能也都占领的差不多了 那所以蔡英文一直 希望往中间 然后再往甚至右边一点点 去打开扩大他的社会基础的板块 他自己很努力 所以他现在再找一个搭档副手 他的背景 我觉得更有这样子的效果 也看得出来 蔡英文对于未来执政的 稳定多数的那样子的企图心 那我觉得这是好的 那第三个是说 陈建仁他其实过去的从政经验表现 给人家的印象都还不错 抗SARS的那个时候 他的表现就极为 我觉得还蛮受大家所推崇 而且陈建仁他其实家族的背景 是高雄那里白派的 好像也是有政治势力的 也就是说不管是说 你要从他的渊源去找 或者是他自己本身在学界的 的辈分 他终于一面副院长 那辈分够高了吧 对 所以台湾也没几个人可以超越他了 所以我觉得找到这个人 其实就是对蔡英文来说 又是一张好牌 那所以我觉得朱立文最近 比较可怜一点 就是第一点 他一直被马英九给吃豆腐 就有了嘛 英九之后就没有了朱立文 没有人在关心他 然后第二个是民党的部分区 社会上面的评价也都还不错 那国民党的部分区就一直还没有出来 然后副总统的人选 现在看起来蔡英文的也差不多了 那朱立文的又慢了 也就是说对朱立文来说 他就眼睁睁看着对手一再得分 然后自己想要去美国得个分 然后又被你马英九抢走 我觉得朱立文 那下午五点又来了 对 就是下午五点 就好不容易 我今天都已经踏进国务院了 我还进去两次了 然后马英九你又来个记者会 我看要再进去一次 马英九开个记者会 是准备迎接朱立文从美国回来的 我觉得你们主席应该跟马总统抗议一下 可以吗 我觉得党主席应该去跟马总统抗议一下 不要这么抢戏 这么的有存在感 这使得大家会觉得 什么明年我们总统选票上面 竟然没有马英九这件事情好怪 对不对 大家以为他要继续选的 没有 我因为现实 因为他是现任的总统 我比较挑剔一点 因为我想今天在网络上 大家有在讨论的 够低调 因为他永远都有的很好 陈建仁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因为他代表蔡英文 接下来想要让国家转型 你的主要产业可能想要走生计方面 那另外他有另外一个身份 他绝对不是第一人选 把你找要挑的话 现在选出来他有这样的代表性 但他另外有两个很特别的身份 一个是梵蒂冈圣大而我略 骑士团爵士 另外一个是梵蒂冈中座耶路撒冷圣目 骑士团的骑士 这两个都是非常特别的地位 第一个基本上像圣大而我略的 教宗骑士团的爵士 这个是彰显对天主教 有重大贡献的人士 所以这个是属于感谢型的 但另外一个梵蒂冈的耶路撒冷 圣目骑士团的骑士 他的宪章里面有明确的写到参与 你在讲一次我确定你要背得起吗 是梵蒂冈 参与耶路撒冷圣目骑士团的骑士 你教教的 对 他确实是受封了 因为这个圣目骑士团在全世界 大概只有50多个团 总团在这个梵蒂冈 那整个亚洲地区只有菲律宾跟亚 这个台湾有两个骑士团 他的总骑士人数有两万人 但是他们有一个重要的宣誓 是在圣目骑士团的宪章里面有写的是 你必须要效忠教忠 所以我要说的是身为一个对奇幻或是对骑士团文化相当好奇的男人 我比较好奇就是到时候陈建仁如果确实当上我的副总统的话 第一个显然我们跟教廷的关系会变得比较好 但第二个就有一个小小的争议就是 我们很少有一个副总统有两个孝宗的对象 一个是中华民国宪法 那现在有另外一个是梵蒂冈的天主教教宗 那这个东西有没有什么形式上的疑问 我觉得你有点想得太远了 对但我觉得其实应该这样讲 就是这个挑选确实是好的 也就是他同时有外交的能力 别忘了天主教的 那你要挑他什么 所以我要讲的是效忠的对象 这个东西有没有争议 但他在国际间是否可以开放更大的台湾 譬如说台泛之间的邦交可以更稳固 因为过去几年 梵蒂冈一直有在考虑要不要跟中国建交 而中国提出来的条件一项是 除了那个地区主教的任命权之外 一项是你要跟台湾断交 所以在这个部分 陈建仁能不能发挥更好的效果 能不能有更多的贡献 我想接下来大家 如果他确实是副总统的话 接下来很有得讨论 是 我觉得今天不能不谈王金平 我们要请教委员 这个王金平已经开战了 代表说他明年要争取国会龙头 如果说国会明年这个国民党没有过半的话 那是要怎么进出 当然是王院长 他如果是要列名不分区的话 当然是要列名第一名 这个才有可能争取龙头 那为什么呢 因为 就算第一名也不见得能够当龙头 因为当然国民党要多数 才能当院长 当然我一直期待说 如果说在某种可能之下 王院长能够做这些院长任期满了之后 然后就选择一条比较令人尊重的路来走 哪一条 那当然是光荣卸任 那你假如说他到部分区又当立委了 结果是一个阳村立委 那不是很奇怪吗 而且下一届的国会的状况 国民党要争取院长跟副院长 可能相关的困难度也蛮高的 所以我觉得说王院长他担任那么多任的院长 他历史的高度 或者对国会的贡献 你知道他几年了吗 我知道他现在第九届了 连这个之前的话至少十届以上 十届了 四届了 他应该每一年 之前是三年一届 后来赶四年 可是他终于有一届也是有延长任期 那是为了修宪 以前是真额的 以前是真额的 所以你是委员吗 你看他已经 我建议如果说我的话 我不晓得 因为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应该连列名第一 分析第一名都不用接受 我觉得是说当一个令人尊重的永远的王院长 这是委员的建议 要不然下次碰到他 我们不晓得要叫他院长还是叫他委员 我觉得还是叫他院长也好了 因为他蛮想说当院长的感觉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 会叫我们大家说看看 我们来讨论一下 蔡英文已经把不分区的立委名单排出来 可是苏嘉全排第九 我们要请教委员 为什么是第九名 第九就是政治组织排名第一 所以他相当中式 前面是几组织 前面那个都是社会的 社会的各团体的专业组 这个人事的一个注重 所以我们把那个苏嘉全 我们的这样子重要的位置排在第九 其实是象征政治组第一个 那时候可能是我们未来立法院的黑马 你讲的好保守 人家都说院长你说黑马 立法院的院长是用大家选的 民进党的选举跟国民党是不大一样的 比如说我是以兰县区域 假设我当选的话 我要问我的区域的立委 我的选民是支持哪一个当院长比较好 我不是我决定 或是我的党要我决定谁 我可能是这样的决策模式 因为我的前例来是我的选民 那我可能会召集我的最主要的支持者 我是我进行的干部 让他商认一下 我们这一派投给谁 这个是我的决策 这件事情 你们国民党排得出来吗 怎么排啊 好像有点伤脑筋 王金平是第一名 你排不出来他还是要排出来 因为这法律规定 当然基本上来讲 王金平基本 当然因为其实国民党这段时间 你知道内部的问题 必须让他也有一个被尊重 我们常常开玩笑的时候 国民党是大老不大 老大不老 我们的尴尬 所以才会弄到今天这个状况 至少在国会来讲 王金平的是大老 排到第一名 代表的意思就是他是大老 可是我们也希望说 他的经验 能够带着国民党 带着国民改革 带着传承 所以我们是我们期待的 只是现在看起来 苏家庭这一点 我倒是觉得 其实民进党政委 蔡英文这排法算是高明 因为他代表的是 接下来就看你们国民党的排 但是我怕的是什么 把样板选完了之后 他可能还是弄进行政系统去 因为他在国会的部分 他的资历 还是算相对是浅的 没有特别明显的建树 这一点恐怕 值得大家观察 是 时期 如果是讲到苏家庭的部分 我觉得他是一个活旗 就是进可攻对可守 是要不要选院长 或者是要搭副院长 我觉得到时候 要看1月16号之后 选举的那个状况 只是我觉得 它比较大的意义是说 民进党就正式的告诉这个社会 我们再进行一个世代交替 我们愿意给终生代机会 他们有一天是会被拉起来的 然后那个部分区名单里面 也有国会的助理 所以我觉得民进党在做一次 大幅度的世代交替 所以相对于刚刚我们谈到的王金平 其实王金平你说 他现在拿到了 可能换到了部分区的第一名 但是党内的反弹声量还是很大 还是有非常大的阻力认为说 你看苏家全都排第九 你朱立伦敢让这种人排第一吗 要不要比照 拉下来排第九 否则以这样子七十四岁高龄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比较老世代的人 他如果是领衔作为不分区的话 对于国民党的政党票是有商 这件事情在国民党里面 真的还有极大势力的角力 在那边斗争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朱立伦来说 是得好好的思考 就是说你如果没有办法化解 这个王金平 要把王金平往后拉的那个势力的话 你其实没有办法整合整个党 对 洪秀柱还是一个问题 洪秀柱接受专访 他也对你朱立伦很不爽 你在没有解决王金平的势力 解决洪秀柱的势力之前 你其实很难让你的蓝的这个盘 是可以凝聚起来的 这是朱立伦首先要做的事情来 对 我觉得是个考验 好 时间的关系 感谢大家